相信近年大家都經常聽到一個 term 叫做漸動人 這些病 大家好像多了解這個病 我一開始聽到漸動人 我不知道是什麼病 因為漸動人好像慢慢動 不太理解 我後來才知道原來是一種病 正式的名字叫做 Amyotrophic natural sclerosis 這些名字大家聽完又不知道是什麼 其實我們將它歸類為一些運動神經元的病 你聽完又不知道是什麼 沒關係 我會告訴你是什麼 其實簡單來說 我們的神經系統 要控制各個地方 肌肉收縮的神經 慢慢死了 退化了 控制我們 比如說 手腳動的神經就是這類神經 不只的 控制我們 吃東西 吞東西 因為吞東西的時候 我們的食道就要輪著輪著 一節節地收縮 才把東西泵到胃裡 這些一樣是由這些運動神經元 就是這些神經線去控制 亦都包括 控制我們呼吸的肌肉 我們控制我們的呼吸 包括我們橫甲膜 橫甲膜收縮的時候 就會將我們的胸腔擴大 然後把氣吸到我們的肌肉 吸到我們的肌肉 亦都包括我們胸骨之間的肌肉 大家吃排骨 排骨之間的好嫩 好吃的那些肉 其實那些肌肉 亦都是由運動神經元 那些肌肉收縮的時候 就會令到我們的胸腔擴張 吸到那些肌肉 吸到肌肉 暫時來說 這種病就沒有什麼很好的治療方法 通常的前景都會認真一般的 短的話 可能一兩年 如果長的話 可能有些人會 偶爾會十年八載 多數都會不在這裏 因為那種呼吸的功能 退化了 吸不到氣 這件事就非常難搞的 它不是很常見 但是它因為這種病 又真的非常可怕 所以今天就講一講 一些早期的症狀大家要非常留意 早期真的可以不太覺得的 其實最常見 第一個症狀就是肌肉 就會不自覺地跳 不自覺地跳 正常人大家都會有 但是如果你發覺 它無端端的肌肉收縮 譬如手吐 腳也好 無端端的肌肉收縮 就是抽著抽著 抽著 抽著 這樣就越來越多 就要特別小心一點 有一點像什麼呢 現在可能大家少見一點 大家去街市看湯田雞 你剪了一剪一剪的時候 你剪了一剪一剪的時候 你剪了一剪一剪 你剪了一剪一剪 你會看到肌肉還在那裡 抽著抽著 其實就是那種 上一形式的抽搐 這樣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神經線開始壞死的時候 第一個症狀 肌肉就會自動在那裡收縮 我們叫做Fasciculation 英文 這件事要特別小心 第二個 常見的病症 就發覺開始沒什麼力 因為這種病 如果大家有時看一些影片 網上看一些病人 有些人真的做一些運動很厲害 可能舉重 很有力 但是突然之間發覺好像慢慢 好像舉不到這麼重 就算普通人也好 就發覺可能平時 可能走上幾層樓梯都沒有什麼 但是現在好像慢慢走不到 或者拿一些東西 開始很容易無力 或者梳頭的時候都沒有力 那些也是要小心一點 如果越來越明顯的話 都可能是這些 漸動人這種病的 其中一個早期病徵來 另外一個常見的病徵 就是說它說話 很多時候就好像瘤瘤瘤的樣子 因為控制那些說話的肌肉 也是受到影響的 所以你會發覺 可能說話就開始 比如它越來越慢 越來越好像有些困難 即是說得不清楚 那這些病徵 也是要小心一點 再有一個病徵 有些人就會覺得很緊的 即是好像一個機械人 那樣的 即是說那些肌肉好像就 好像動不了 那樣的 尤其是有些早上起床 好像起床之後 好像開步走不了 動不了 這樣 硬了 可能要隔很久 才慢慢能夠正常的動 這些病呢 從開始有這些病徵 然後就四肢 可能行動那裡就會出問題 那需要一些輔助 或者輪椅 那如果影響到呼吸 就輕微一點那些 就可能需要用一些 好像人家睡眠窒息症那些 要套著一個口罩 來幫他呼吸 即是泵脹肺來呼吸才行 另外一種做法 有些人就會在頸部 開孔駁到氣管那裡 就駁住呼吸機 來幫他呼吸才行 那吞咽那裡 又是會慢慢出問題 很多時候吞不到下去 會逐回上來 逐回上來 有個危險性 就是那些食物的殘渣 就會吸到肺 就會變成肺炎 人又不能動 有肺炎的話 很多時候就會變成很嚴重 又是很危險的 所以很多時候 這些漸動人 如果吞咽那裡有問題 都需要用一條管 就為食物減低逐島的機會 好 今天說到這裡先 那如果大家都喜歡 看這些簡單的醫學片的話 那我建議你買我的新書 Dr. Rex醫學幼稚園 在三中箱 成品書店 天地圖書 田園書局都有得賣的 那你都可以上 HKTV Mall的網站 訂購 那未訂閱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鍵 按鈴鐺 按鈴鐺 留言點讚 那如果你有能力的話 歡迎你透過 超級感激的功能 表達你的支持 下次再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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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